周休假期原本应该是要放松心情到百货公司来逛街 但没想到居然是成了抗议地点 就在今天接近中午时候位于台北车站新光三月站前店 突然之间是涌入了一批抗议民众手持抗议标语 而这一群当然还包含了现任以及离职的贵姐贵哥们 他们在脸上涂满了饮料象征是血汗工厂 要抗议百货公司苦毒员工 上班不能坐也不能喝水 甚至周年庆期间还被迫长时间工作 这群前员工甚至还和保全爆发冲突 在此为大工作规则 我要喝水我要坐 我要喝水我要坐 将日百货公司里挤满人潮 但是三号中午星光三月站前店突然来了一批抗议人士 他们的身世都是已经离职的贵姐贵哥们 我们是海外最高的所有的第一线人员 连续涂着红色颜料象征血汗就离现任贵姐也勇敢站出来表达自己不满心声 只是抗议活动太过突然 惊动逛街民众也影响了百货公司运作 保全频频阻止场面一度失控 坐着或者是喝水的话就是会被开罚单500块 电厂会规定说我们不能到B1的美食街泳餐 他规定我们不能跟客人坐在一起 前任贵姐出面指控百货公司不当订定工作规则 不准他们喝水不能坐椅子 如果违反还得遭开罚500元 甚至周年庆时还得超时工作 长期站立也造成不少贵姐罹患足底筋膜炎 大概在周年庆结束之后就是 有内心内分泌失调的问题 然后生理期就大乱了三个月 然后再加上那个脚底筋膜炎的问题 为了表达贵姐诉求 劳团和多名贵姐来到百货公司抗议 要求百货立即改善局场环境废止违反工作规则 不过百货公司也发出声明表示各品牌专柜 会依照轮值状况安排人员休息 不过这样的答案似乎还没和抗议团体达成共序 只怕抗争将持续引爆 接下来综合报道